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你們說一個故事 叫做小路不再肚痛了 她就是小路了!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小路是五歲 小路是住在非洲肯尼亞的一個小女孩 她穿著一件青綠色的衣服 頭上頂著一個水煲 這個水煲對她很重要的 因為小路每一天都會拿著這個水煲去一個地方 你猜猜她會去哪裡? 原來每一天,小路都會和村裡的其他小朋友 一起去拿水回家 因為他們家裡沒有水,又沒有水喉 要用水的話就要自己去拿 看看,為什麼只有小路一個拿著一個水煲? 因為小路最小,拿不到很重的水桶 所以只可以拿到水煲 他們要走很遠的,所有人都很累 為了家裡今天有水用 就算很累,都要繼續走 他們現在要慢慢走上山 上山已經很難 下山原來更難 因為山路很斜 因為山路很斜 小路一不小心就跌倒了 哎呀! 小路她跌倒了,所以她在這裡哭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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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路整面都是汗,又有眼淚 小路想洗一下臉 不過,用地下的水洗臉 其實很髒 走了這麼久,找到的就是這些水 小路就用它水煲蓋 撥起水拿回家 水很髒,也有很多病菌 小路很努力地撥些水到水煲裡 也撥些病菌下去 裝滿了水煲之後 就可以拿回家裡了 其他小朋友都拿完水 準備一起走回家 他們都在這裡等著小路 小路為什麼走這麼慢呢? 因為她最小 裝滿了水的水煲其實很重 所以她走得很慢 我們一起幫小路打氣 小路,加油! 小路,加油! 多謝大家幫小路打氣 她拿到水回家給媽媽了 小路,你做得很好 小路走了這麼久,她很累,很口渴 她拿回來的水洗臉 咦?為什麼她在碗上洗臉呢? 因為洗臉後的水還可以留回來洗碗 要省著用水 原來水真的很珍貴 一滴都不想浪費 洗臉後,小路還喝了最後幾滴水 真的一滴都沒有浪費 不過,也因為這樣 小路喝了很多病菌下肚 喝了一些髒水 小路她很肚痛 她又起到哭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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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還會痛到要吃藥 甚至要去看醫生 為什麼我們會肚痛呢? 有時可能是吃得太多、太飽 或者吃得太多凍東西 肚子就會不舒服 又或者吃東西之前 忘了洗手 這樣就會吃了病菌和髒東西入肚 而小路她肚痛 就是因為喝了髒水 和裡面的病菌下肚 我們一起看看以下的短片 看看小路她自己怎麼說 我叫小路 今年五歲 住在肯尼亞 我每天要走六公里的路去打水 因為我太小 每次只是拿到一個小水煲去裝水 這個水坑還會有動物來喝水 喝了這些水之後 我經常都會病 會肚痛和頭痛 因為每天要走三個小時去打水 令我回不了學 我媽媽好希望有一天 不用再走那麼遠的路去打水 她一直希望我可以回學讀書 到底小路什麼時候 才可以不用再去打水 和有髒水呢? 如果小路的家附近有水喉就好了 可以方便她用乾淨水 又不用走那麼遠 喝了也不會肚痛 不知道這個願望會不會成真呢? 小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小路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的話 請你留意下一集的故事 或者是有啟了嗎 嘗嘗